昨天說到 陸非清面對三個敵手 毫無巨色 並且瞄時地說 你們變了位先上 這個時候 肥佬羅宋的渴了 你不用說那麼多了 提住你 黨員衝過來對著陸非清的避量 走向一脫 陸非清不閃又不避 等他的拳頭到自己的避量 只剩下幾寸的時候 才忽然出手 阻掌極鐵肥佬的 阻拳默門 羅宋想不到對方出手 那麼快 嚇到連腿三步 定了一定神 大喝一聲 撕展五行拳 又是猛攻過來 赵文奇和貝人龍 就在旁邊看著 他兩個各有打算 赵文奇 一心想報仇 這幾年 在鐵琵琶手上就落足功夫學習 本事 真的可以說 這麼非識比 但是當年 令教過陸非清的無極員工權 認真厲害 他想 先讓羅宋和貝人龍 消耗對方大半氣力 自己 再上手 一定打贏他 但是貝人龍 就不是這麼想了 他就想著一心想拿來 逐到陰犯 回去就在總督面前 請回頭弓 再講這個肥佬羅宋 那個五行拳的拳招 全部出陣 哇 一招對出 第二招又死殺到 金木水火土 五行雙生雙黑 真是秒秒鐘 叮到死 他打了幾拳 打不到 就在五行拳中的劈字缺 劈拳是屬金的 劈拳過了 又是用尊拳 尊拳是屬水 即是長拳中 我們叫做衝天炮的艇 哇 不斷都雷過來 陸飛青的招述 就以猶祭歌 一時之間 兩個人過了十幾招 以羅信的功底 應該就沒什麼本事 跟陸飛青過十招以上 不過 陸飛青近年來就修心養性 家長 他知道羅信這艇人 只是一些貪徒 功名利錄的平庸之輩 這種人天底下大把 真是殺都殺不完 所以出手之際 就讓他三分 這個時候羅信 打到溫頭溫武了 左一拳右一拳 馬對著眼 忽然不見到對方的人影 馬上轉身 見到陸飛青 已經揪到他身後 糟 一急之下 另轉身 就算拉他的手腕 他似乎自己 肥大力大 不怕跟對方埋伸 誰知陸飛青的長袖飄下飄下 閃來閃去 不單止捉不到他的手腕 連這三尾都沒插到 這一下羅信就害怕了 大喝一聲 整個飛起 琴拿雙手就想抱着他 看 陸飛青 也都不還手 一閃 又是閃開了 跟著就在他身邊 轉來就轉去 轉了幾下 炸架衣站不穩 羅信見到這個樣子 就以為有可乘之機 右拳右手劈過去 心想 陸飛青 你肯定向左邊避讓 跟著左手就向左邊肩頭 插過去 一插 他插到左 他心裡很開心 糟了 怎知就是這樣一插 自己的肥大身軀 居然打橫像豬邊一樣飛了出去 打 出力地打在兩丈那麼遠 打到他眼霧金星 他頂著一條氣 勇敢撐起他身 坐下來 整個呆了 暈暈沉沉在那裡鬧 撞起這個鬼 怎麽夠的 原來陸飛青使的 就是內家權術中的常盛功夫 叫做尖衣十八 功力深那些 敵人只要黑一件衣服 就整個搭出去 說起這個功夫呢 乃是當年簽結章 傳低的秘術 其實呢 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 借勢用的慣力而已 那這個功力陸飛青呢 還沒到家的 還沒能夠使敵人碰一件衣服 踏低 正如說羅信呢 因為他自己出行鋪死力地撲過來 所以被他一閃 這隻慣性 自己打他出來這麼大 招民奇這個時候 見到羅信被人打低了 眼眉一皺 低聲渴到 羅燕底 快點起身 而貝人龍呢 就乱死了不出 忽然間托了上來 一招雙龍搶豬 兩個拳頭 就向着陸飛青打過去了 陸飛青的身一閃 不見了人影 貝人龍剛剛想找他而已 忽然間蓋了一個背紙 啪 被人打了一巴 就聽見陸飛青在後面說 你再練十年啊你 貝人龍馬馬馬上 另轉身啊 又不見陸飛青啊 想再說另轉身份啊 忽然間蓋上一臉 啪眼 被人出來蓋了兩巴 哇 那兩臉 就好像那些充氣氣球 那樣殺時間腫了 陸飛青就渴了 小貝無禮 今天我教訓教訓你 原來陸飛青啊 剛才見到貝人龍這個人呢 口粗狂言 語言黑暴 雅叉叉 所以他一上來 就以快速的身法 打那個下馬威的 這個背上一拍 面上兩巴 你說任何一招中 稍微出點力啊 貝人龍啊 今天肯定就筋碎骨斷的 立刻就玩完 但陸飛青 是武林前輩 所以呢 也都不跟這些人一般見識 朝文奇 眼白白看著貝人龍 又是吃虧的啊 所以一個戰步就跳上來啊 人都還沒到啊 掌風就先到了 陸飛青呢 就知道這個關東六魔中的第三魔呢 那些功夫就不同 正說那兩個人的 所以就不敢大意 馬上就施展本門無極原功拳 比心機應付他呢 赵文奇的鐵琵琶手呢 就得洛陽寒家真傳 一記首輝五軟 就向著陸飛青 不斷飛過去 那他出手似乎輕挑無力 其實就虛虛實實 柔中大綱 一碰到對方的肉體 五隻手指就硬到像鐵一樣的 可以說是集鐵沙掌 和鷹爪弓兩家之場 陸飛青 見到赵文奇的功力 都有這麼上下 確實真是金飛色比 那拉星低渴得勝 好 一個苦衷步 閃開正面 揽上一步 就已經到了赵文奇 右邊肩膀那邊 右掌的招蛙手 就向著右邊格拉底打過去了 赵文奇那拉星 側身就分掌 一個琵琶遮面 左掌護身 右掌的刀槍齊名 恭喜食指宗旨 掌著陸飛青點過去了 過到七八招 陸飛青身體上下一蹦 一個印象 已經打到對方的陰部 幸好 他心存厚度 見到赵文奇鎖練十年功力 不忍一掌就使他毀於一旦 所以就打他五分力就算了 希望他好自為之 就此引退 陸飛青手下流程 這一掌呢 去世就慢了些 赵文奇就明知對方就讓他 居然就不領情 忽然間就趁世飄了上來 趁陸飛青下下一笑一會兒 手掌張叔未縮 前胸門户大開之際 忽然間左掌一個流傳下山 五隻鐵手指 現在在他左邊乳房下面出力一架 唉 陸飛青 一下意料不到 無法之閃避 居然中了鐵皮爬手的毒手 幸好 畢竟他都是武當名家 衰敗不亂 他相掌出力一本 封緊的門戶 三兩下就戒血 招文奇的隨勢進攻 穩步倒退 他一邊 調神而氣 仍然不敢發惡 因為他知道 練武之人 身受重傷 稍微一步操而已 今晚就難免沉思荒山 招文奇得手之後 毫不留情 不肯被對方有喘息之機 哇 一連串的銀瓶炸破 鐵騎突出 鐵皮爬手中 厲害的招術 一招跟著一招殺了過來 陸飛鑫 哼一聲 白龍劍 哼一聲 拔了出來 叮叮叮 三劍就刺了過去 招文奇 連閃大跳 避開了 大叫一聲 哎呀 你還這麼生猛 大爺我今天跟你拼命 再講背人龍 這個時候 你都馬上跑了過來 一對不勾劍分 上下兩路 左邊是刺喉嚨 右邊是刺陰布 向著陸飛鑫 是意敢來攻過來 那種不勾劍 說是劍 其實是雙勾 不過勾頭上面 就多了個 箭劍 除了勾法中的勾 拉 鎖帶之外 還夾著雙劍的套路 雙勾 就不熟 十八般武器之內 所以非常陰狠 就難練 坐學的時候 稍有不留意 不是被那些月牙護手傷傷的手 就是打出電製 發不出力 但是一旦練成功之後 哇 那些招數 認真教慣 陸飛鑫 見到這個雙勾一出 不敢大意了 馬上展開 油魂建築中的 幸花春月 三環吐月 連連就還擊了 再講過肥魯羅信 這個時候 亦都問出了個七折童鞭 加入混戰 死肥佬力 大招尋 陸飛鑫 就不敢以他的劍印 就硬控了童鞭 就專屬他的手指 啊 一想 這個羅信 啊 一聲 就跳出去了 而這一段招文旗的鐵牌 一啪 噴噴噴噴噴 就有著陸飛鑫的後腦 不斷就劈過來 招文旗 就在洛陽韓家學的武藝 韓家的鐵皮下 那手呢 到了韓五亮這一代呢 就成了大器的 除了這個掌法之外 兵器用的呢 就是一隻 靈鐵打成的琵琶 這隻琵琶厲害了 它兩邊就相當之鋒利 攻擊那時候呢 好像兩板斧頭那樣的 如果靠來手那時候呢 就好像盾牌那樣的 最厲害的 這個琵琶中間呢 就有些胸位 裡面就藏有十二支琵琶釘的 真是一物三用 認真厲害 招文旗就嫌這個琵琶 是女子所用的兵器 平時在江湖上如果用出來的話呢 就被人恥笑 就頂他不順的 於是他就別出心才 專門找人呢 就訂造了一面鐵牌 形狀雖然有些不同的 但是用的手法 跟師門所傳的鐵牌打工 就並沒有兩樣的 陸飛青這個時候 聽到腦後面 噴噴聲有風聲到 馬上打側的頭向左邊一看 一閃 這個鐵牌打空了 他跟著回手就是一劍 招文旗打個鐵牌一擋 炭一聲擋住了 白龍劍順著鐵牌之勢 又是再攻過去 那各位 無論是權國一或兵器 一招既出 再次出招呢 就事必要收回來再出發的 以游魂劍術的劍妙就妙在一招之後 無論對方怎樣招架怎樣退避 第二招更遇就到了 好像游屍不斷春雲綿綿 背人龍和羅信見到招文旗 被他逼得手忙腳亂 馬上就在陸非青的後面分左右兩邊夾攻 三個人一排一邊一對雙勾 把陸非青就夹在中間 陸非青這個時候心口就震震作痛 他知道內傷開始發作了 游魂典術雖然是厲害而已 但是剛剛就被人戰算 另外兩個人就從兩邊夾逼 唯有就分手招架 這個時候的心想 唉 想不到我陸非青一世英雄 今天要命喪在這些帥背之斗 想我為人忠厚 犯忠暗算 想到這裡不敢怒火中焦 正想說今天跟他們幾代就幾代 博一生死 但是轉念一想 看來今天都幾難以取勝的了 好,我今天就放你一抹 等我養好傷之後 我再找你這個關東綠魔報仇都未遲 他打定主意之後 他反而心平氣和 內家武功 講究就是心穩神定 想到這裡 他那頂白龍劍四面八方 將他自己彈彈地籠罩住 任憑對方三個人 怎樣變招怎樣攻擊 怎樣都攻他不進 這個時候 肥佬羅宋就叫了 焦三爺 我們纏著他 千萬不要放他走啊 一會兒他就武器武力 不用我們把他都玩完了 焦文奇就說 是啊,阿羅兄 一會兒就趕著這個老兄的頭去請攻了 背人留在旁邊說 兄弟 他那把劍好啊 焦三爺 一會兒給我行不行啊 哇,他們三個人一唱一和 簡直說當陸飛青已經死了 分明就是採用激障法 逼陸飛青是心頭氣粗的 這個時候 陸飛青向著羅宋 兩劍刺了過去 等他急閃退避的時候 一路露出一個空闢 那把白龍劍滿天花雨 四下不斷在那裡揮 他自己一個尖步跳出圈外 這個時候羅宋一見到 鬼殺金蟲 逼,這條老爺要走 要拔啊 陸飛青 展開他的輕功提寵術 向著山下不斷走去 他心想 你這三個人的輕功是不及自己的 要想追上來啊 好,難啊 照文奇一看見陸飛青 越走越遠 一想逼 馬上一按鐵牌下面的機關 三支琵琶釘 帶著一股勁風就向著後背 不斷射過來 陸飛青 肺劍向後向上一打 啪的聲 就打飛了射向上身的兩支琵琶釘 兩隻腳一條 又避開射向下三路的另一支 他知道這種琵琶釘 全部都是刀刺來的 一旦被他射入肉裡面 如果出力碰的話 除非煉獄一起碰出來 如果未洗子就碰得出 如果伸手去摺 還死 所以他一躲過這個暗氣 正想飛奔落山 誰知被泥頭踢一踢 幾乎慣低 一口氣居然摺不上 同時這個時候 胸口一陣劇痛 眼前一刻幾乎踏低 照文奇的三個人 見到陸飛青腳步散亂 知道他內傷發作 心中就喚起 又是 啊啊啊 圍了上來 這個時候陸飛青 揮劍在那裡奮戰 四個人 又是打了一球 過了十幾招 陸飛青發覺 他自己右邊角頭一出力 就牽連到左邊胸口痛 就立刻用左手拿劍 一路左手劍就向著招文奇 不斷逼過去 他這個左手劍的 是反手招術 和通常的劍術呢 可以說是反其道而行的 招文奇就出其不意 向後連退幾步 陸飛青就趁著這個機會 左手劍 白熊觀日 掌握著貝人龍不斷刺過去 貝人龍就懂得這一招 向右閃 想不到左手劍的方位是相反的 向右閃 左手劍的順手跟著刺到 貝人龍就大驚 一避避不及 急中生懾 他乖乖在地上 跟著打著翻身 滅開了 陸飛青是定要追他 突然覺得他腦後面 又似乎呼呼聲風響 第二 羅信的江邊 以泰山壓頂 不斷又似發了下來 陸飛青雙腳不動 上身一閃 發如閃電 伸手在羅信的幽門月那裡一點 誒 羅信的月門被人一點到 即使整個腳軟 手一鬆 那個江邊就打在旁邊的石頭上面 啪一聲 火花四箭 彈了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 招民旗的三支琵琶釘 亦已飛到背後了 陸飛青聽到那個暗氣風聲急勁 不論向前跳 向右跳 向左跳 向上跳 都避不開的了 唯有立刻 順心一拉 拉起攤彈的前面 羅信向後一擋 啪啪啪 三聲 三支琵琶釘 兩支就擊中了羅信的前空 一支就擊中了小掩 哎 羅信即時玩完 招民旗見到自己的空氣 反而傷到自己的兄弟 嘩 這下就生氣了 拿起個鐵牌 勿命地向陸飛青 系義的拼過來了 貝人龍 亦都挺著個雙勾 又是攻打上來 陸飛青 長劍擊出 貝人龍呢 見到個劍勢 這麼凌厲 向左跳跳開 招民旗的鐵牌 跟著又是拼到 陸飛青 他心想 如果他回身招駕 貝人龍 是必又會跟上 雖然 三個對手 現在少了一個 但是自己的傷口 就越來越痛 所以他當時 也都沒有回轉頭 身體向前一趴低 打算避過這個鐵牌 但是 說時遲那時快 鐵牌那個封印的利刀 現在在他左邊肩頭 一喊 喊了一條大口 招民旗這個時候開心了 正在那裏開心了 還走過去的時候 忽然間見到 白光一閃 白龍劍在他面前 啪 阿薛就說過 直向貝人龍就飛過去 貝人龍就害怕 舉著他吳勾劍一擋 雖然是擋到的 但陸飛青這次就出行力 刺過去 所以他吳勾劍根本就沒有法 才擋得開 哎 可憐這個貝人龍 被白龍劍兜前空的刺也 後背就穿出 暗生就把他釘在地上 釘死了 就是這一剎那之間 陸飛青 忽然間一轉身 招民旗想說收回的鐵牌 都未收得及的 忽然間覺得自己面上 有一陣劇痛 哇 兩隻眼痛得不得了 全部嚇了 看不到東西 到底什麼事干了 原來陸飛青呢 把白龍劍向著貝人龍 拋出那個瞬間 回手一扎附庸金針 就向著招民旗的面上 不斷露射而出 加上他們兩個相距又近 出手又快 那些金針又多 哎 你招民旗怎麼閃 今次都沒有法子閃得開的了 招民旗兩隻眼 全部被附庸金針打到盲了 鮮血直流 陸飛青 趁著他兩隻手在他面上 又渣又摸之際 一個廉紙交叉步 雙拳咬邊 當場就將他招民旗 弊於拳下 陸飛青 試占平生絕技 以點月手 大率悲手 附庸金針 雜時間連閉三滴 好了 今天的時間又到了 肉之後事如何 明天記得收聽